暴雨现在大家多少都有所了解 我想请咱们互联网上的同仁 不管你是主播你是自媒体人 我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一下郑州农村的情况 目前在平台上有非常多的视频 包括暴雨的进展 各大公司的捐款 气象局长被冲泡了 各地对于河南的池源 大家都非常的正能量 但是在这些声音中有一批人消失了 那就是河南农村的农户群体 河南是种植大少 常住人口9640万 居住在农村的人口超过常住人口的69.35% 也就是有超过6500万的农民 这场暴雨打击最大的其实就是农户 6月下旬种的玉米 现在这么一涝基本完蛋 降雨稍小的地方 后期正确的用药还能挽回一些损失 但是在更多的地方 比如说郑州周边 在一小时200毫米的雨情下 农户面临的是毫无还手之力的 颗粒无收的局面 这个群体是沉痛 但不会发生的大多数 希望咱们互联网上的主播 能够多多的为农户发声 不管是灾害后处理的建议 帮助农户挽回损失 还是申报保险的教学 扶持那些不懂的农户 再或者是直接的捐钱捐物 都是一份心意 天灾我们在所难辩 咱们手拉手帮助这些最朴实的人